我现在火车上 这是从宜昌开往北京的火车 T50 列车已经停稳了 对面的绿皮火车呀 是邯郸开往随化的 现在经过的是 邯郸火车站 看一下时间 已经是早上的 9点17分了 这班列车的全程是18个小时 28分钟 还有五个小时 到北京 宜昌东始发 途经当阳 还有京门 襄阳 南亚 平顶山 罗河 郑州 新乡 安阳 这一站是汉旦 下一站就是 邢台 以及石家庄保定 最后到达北京 对面的 山洪 并 到達了仙台 摩天輪水上公園 這就是仙台火車站的站台 現在時間是9點54 從刑台出發 經過了石家庄火車站 對面是復興號列車 和諧號列車進站 速度非常快 重聯繫 速報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石家庄火车站也挺大的 保定火车站 在上车之前 我已经连续两天 做了采样检测 一会儿到北京下车的时候 继续做检测 已经是中午十二年半了 保定这一站停车十六分钟 买了一份盒饭 十五块钱 菜的种类 还挺丰盛的 是三个素菜 一个荤菜 冬瓜 这是豆腐干 萝卜丝 辣椒 这还有包菜 这是鸡肉啊 鸡肉土豆 在保定这一站 吃着午饭 鸡肉还挺好吃的 吃完午饭 还有一个小时 到北京 已经到达了北京市 这就是北京西站的展台 终于下车了 这就是我乘坐的T50次列车 哇 北京的气温是26度 正好下午两点 找一下出站口 T50次列车 宜昌东直达北京西 全程十八个半小时 一千四百二十公里 直接走楼梯 出站 站口出来了 终于到达了北京西站 这是一层的进站口 旁边是出站口 对面 还有天桥 藏着过马路 这是一个公交车站点 北京西站 北京西站 广场两边都有天桥 挺方便的 天桥上走下来 天桥上走下来 时间已经是下午的 两点一时分了 这块大钟表 特别给力啊 随时可以看时间 从这儿看一下 北京西站 像是一座大型的宫殿 上面是车道 下面有个广场 这是北广场 地铁 七号线和九号线的 进站口 是下沉广场 有一块石碑 下沉广场的石碑 这个地下通道 四通八达的 准备乘坐地铁 去找住的地方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